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30日 在此前的29日 中国境内的网络有关 网易2022年度谈点 大体趋势 成爆发肆的增长 网络上呈现的内容显示是一则视频 该视频是由 网易新闻 网易号猫头鹰联合出品的视频 时长6分16秒 回顾了2022年新闻热点 被引阅为毛不易看得罪眼的地方 在相关视频内容的介绍中提到 是网易新闻的2022年年度谈点 和那些妖艳见火不一样 视频简介为 网易新闻2022年度世界谈点 幻想星辰大海不如活在当下 过期的一年获喜太过艰难 所以没放弃的我们 彼足珍贵 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 社会事件 相继发生的事件分别为 2022年3月西安市2019冠状病毒 积极性疫情 2022年3月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 积极性疫情 2022年4月至5月广州市2019冠状病毒 积极性疫情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封县生育阿海女子事件 长山烧烤店大人事件 2022年长沙自建防导他事故 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 班机空难 2022年新疆乌鲁木齐 高层住宅楼火灾 安佩晋三日本前首相事事 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事事 伊犁沙白二世英国女王事事 江泽民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事事 逆宽香港作家事事 李静飞 940三国演义张飞扮演者事事 陆树铭 940三国演义关义扮演者事事 召获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事事 不过以上内容很快遭到 中国执政当局的前网删除 针对此事由网友透露 该视频被下架前标题改过一次 或那些谣言见或不一样改成 而其他盘点游戏不一样 然后点赞和评论数被隐藏 接着视频就没了 还有网友说 估计制作团队甚至网易都要因此被整数 网友热评 看到内流满面 直接哭出来 群细好复杂 刚看完就会下架了 看到最后还是不争气的落泪了 而古自立可能就是不争气的知人吧 努力认出 不忍心看完了 身在严谨地的诅咒 只有老中就能懂得 会在改人自身的同时 没有娇柔 没有夸张 没有激进 也没有粉饰 好几个地方都看哭了 就这样也依然会被血洗 事实上 骇人的这些人还是中国人 特别是一些剥削别人为生的秩序为上单人 早点认罢 是这些土地 也别想着做好人 你做好人就要倒大美 比这更不正确的集体记忆还多着呢 河南村镇银行 藤仔州 乌鲁木齐中路 终于有个坚守最基本道德的媒体了 人储 一场闹剂 总算结束了 但另一场闹剂又开始了 12月初 中共推出新十条 突然放弃 封城封控措施 随后疫情大爆发 医院爆门 兵医馆 仪仗难求 另一份凄惨恐怖境况上演 至今还在延续